产生无杀无道无印的善念 又创造了仁天的国报 所以有名鬼伦无名天去 有杀到一望的恶念叫妄想 没有杀到一望的国报叫做天去 那么有跟五之间 互相的轮回 互相的帝夺 生起如回的本性 这个地方很重要 前面我们那一段讲到 流转三界中 那么谁在流转 一定妄想在流转 那么妄想为什么会把六道都没创造出来呢 这段很重要 有名鬼伦无名天去 有无相情起如回信 关键在有无相情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一般人 我们讲不学佛人 这个人是一个 不知道真如本性 整天向外攀岩的人 为什么到三二道去呢 因为他遇到阳窝的阴言 起了恶念 遭了杀到一 就得国报了 那么一个人到三二道的时候 他在苦中 会起惭愧心 所以惭愧心 久了 累积到一个能量 他常规心又变成一个坚固妄想了 常规心表现出来 他就产生 无杀到瘾的善念 变成他的一个强大的势力 所以就出现人天果报 所以人天果报久了以后 他那个常规的善念 就慢慢放松了 就累积一个放逸的坚固妄想 一个人一旦放逸以后 就焦慢 焦慢以后 贪嗔事慢都出来 又累积一个恶念出来 所以 他的生命当中 就永远在恶性循环 痛苦的时候起惭愧心 惭愧久的时候 得到快乐 又开始放逸 然后就这样不断的 好坏就到这个地方 不断的轮回 英光大师他提出一个 观念跟这句话 有无相请起轮回心 他说 他提出一个思考 善中有恶 恶中有善 这句话 菩萨不算 就凡夫 凡夫在造善的时候 已经产生一个恶的因缘在里面 因为他贪爱果报 所以他造善的时候 他快乐果报现前的时候 他肯定放逸的 结果都瞒一下 三恶道的一个因中 佛法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从四项上的觉悟是不算 我现在很痛苦了 我真的不敢造恶了 这个觉悟算不算 四项的觉悟算不算 不算 因为四项的觉悟 你好了伤口 你肯定忘了吧 你看我们过去在上二道 多痛苦啊 没有一个人记得的 真正的觉悟是从道理上的体会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通达心心的人 你怎么弄你都不可能离开轮回的 照善的时候 快乐开始放逸 放逸久了痛苦了 痛苦了快起常愧心 常愧心又开始放逸 就是这样 善中带动恶 恶中带动善 而产生一个恶性循环 这就是我们三界的果报 直到有一天 你遇到了嫩眼睛 是啊 你遇到了嫩眼睛 你才知道 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达望本空之中 原来我的本性是亲近的 所以读嫩眼睛的人 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焉网 无量节来 白白的受苦了 觉得自己很焉网 所以你会重新开始 没关系 重新开始 创造未来 所以说 这个人不明白道理的人 他只有善念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强调一个观念 善心跟觉悟的心是不同的 慈善的心 是夹在 里面是隐藏恶念的 因为他贪爱这个果报 所以 中文要把这个慈善的心 跟觉悟的心分清楚 一般的宗教徒 一般的慈善家 他们的确有慈善心 但是慈善的心 就如本经说的 有无相请 其能回信 善心中夹带的 恶德因种 所以 你一定要慈善心 背后要有觉悟的心 那就好了 正念真如 达望本空之真本有 才能够从冬归中跳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在分别 什么是慈善的心 什么是觉悟的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 赠得无生以后 才能够把那个 空中的花 慢慢地熄灭 慢慢地熄灭 光是修善 不可能的 因为你善中 善中 你就是带有一种 攀岩的有所得 就是带有恶念的 因种在里面 那你还是在 轮回当中 那么 这一段 就是在告诉我们 如何跳出轮回的方法 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估计 应该还有两堂课 就是把柔岩金 给讲完完 好 向下文长 复再来日 回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弄眼睛 修学法药 常亲和尚尼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在家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六十六面 禀二 破五印魔镜 那么我们这一颗呢 是讲到破章篇 破章篇有两颗 第一个是破斜见颠倒 那么这是第二颗 破五印魔镜 那么什么是五印魔镜呢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说明 在我们大正佛法的修学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我们刚开始是成就一个善业力 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升到一个正念力 主要是这两个 我们一生当中大概就是成就 善业力跟正念力 两个主体 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是一份的信仰的心 我们相信三宝的功德力 我们相信因果的道理 所以我们会勉强自己去 断恶修善 但是这个地方的善念 有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 在一个成就善业的过程 我们的心是一种向外攀岩 也就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 向外攀岩 所以你为什么愿意布施呢 你为什么愿意持戒呢 因为我心中攀岩 是一个来世的安乐果报嘛 我希望我来生因为布施慈戒 而成就安乐的人天果报 所以我愿意去布施 去慈戒是人物 那么这个时候 你心是向外攀岩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在本经上说 当我们攀岩的是一种善法 它本身也是一种轮回性 什么叫轮回性呢 就是说你一个人知道 只要你是向外攀岩 你就会有一种 对立的思考 善恶的对立 善恶的交互的作用 交互的循环 所以当我们只是停留在 积极善业的时候 你的善念是夹杂恶念的 这个我们一般人很难发觉出来 因为你为什么照善 你心中是对来生的安乐果报 有所爱取嘛 爱取正是一种贪烦恼 所以我们一般人在受善的时候 是内心隐藏的恶法在里面活动的 这个就是轮回性 所以等到得果报的时候 糟糕了 因为你阴地夹杂 所以得果报的时候 这个佛陀说 一个以攀岩的善法的心 成就安乐果报 譬如什么呢 譬如一个美好的蛋糕 美好的食物 它是夹杂毒药 就是这个你在 来生变成大国王 大富长者的时候 你的心跟安乐果报 接触的时候 就夹杂了烦恼跟罪业的毒药 譬如美食夹杂毒药 初遂美味忠诚大患 你肯定会放异的 因为你在前身 就已经把这个恶种种下去了 所以当我们第二生 安乐果报现前的时候 你就放异 放异的时候 你那个信仰的心 善心就消失掉了 取而代之一种 贪嗔痴邪恶的心现前 那么你一个邪恶的心 面对广大的安乐果报 那就开始造恶业了 第三生就堕落了 这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 三世愿 什么叫三世愿呢 印光大师说 一个人他以攀岩心 来修不思词解忍入的善法 他同时产生两种力量 第二个 相对第二生来说 他创造一个安乐的力量 但是他同时也为第三生 埋下了三恶道的祸根 叫三世愿吗 你造第一世的时候 你已经把第三世的三恶道的力量 埋藏下去了 为什么 那么当然因言诸法因言生嘛 你因地的时候 善终夹杂恶法 所以他得火爆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成就善业啊 它本身是一种轮回性的 善久就会成恶 一个人造善造久了 按照国宝宪检 就开始放逸 放逸以后就堕落 堕落久了 恶久就成善 堕落久了 他的这个苦恼吃多了 他就起残惠心啊 他又开始收舍身心 这个人常规心一千千千 又起善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三界当中 就是这样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 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善业当中 我们开始的继续的修学佛法 提升自己的 心中的 观照的智慧 我们开始学习 回观观照 不要老是看外景 跟你没关系了 那眼神眼灭的假象 跟你没有关系 你开始回观观照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的身心世界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你开始去思维 观察这个真理 这个时候 你的心慢慢慢慢 跟这一念的 清静的 我空法空的真如理相应 那么一念的 清静心发起菩提的愿意 你还是一样 不失直接忍辱 还是照样照善业 但是这个时候照善业 跟之前照善业 那可不能同日而语了 青山虽然依旧在 夕阳不是昨日的夕阳 心态不同 你过去照善的时候 是一路向外攀岩的 你现在是依止菩提心 依止清静心发动善法 这个善法是菩提性的 不是轮回性的 所以菩萨在成就 安乐果报的时候 他不会放异 你在安乐果报当中 他有觉悟的 功德的加持 所以本经的主要的重点 就是希望我们从一个善业力的修学 而提升到一种智慧的正念力的修学 以正念 所以大圣佛法都要知道 是以正念带动善业 这个时候你的善业是没有过失的善业 所以你看这六波罗蜜 它肯定是以波瑞波罗蜜为根本 为引导 否则的话 我们的布施实践忍入精进传令 是供外道的 外道也是修这个善法 那么这个时候 当一个菩萨从一个善业的修学 转成一种智慧的观照的时候 他内心出现了一道清净的光明 开始正念真如 随顺真如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一路走来 我们心中是颠倒响 那么你现在产生一种真实的光明 这个已经说的一种真妄交功 跟你过去深的内心深度的颠倒的妄想 一接触的时候 就把那个你内心深入那个 五印的魔镜给表现出来 比方说 你看有些人平常很正常 一打佛机 突然间 他就一时哭 或者又一时欢喜 那么那个悲伤的感受 从什么地方来呢 他过去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他小时候曾经遇到一些苦恼的事情 有些悲伤的感受 那个感受的种子 沉浅到内心深处 但是他的正念的力量 那现前的时候 就会把他过去深乃至你小时候的设法 感受各式各样的想法 把他逼出来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 只要你一不小心 这个时候魔王趁夕而入网 那你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刻是说 当我们透过前面的理观以后 一个菩萨开始 回观缓照了 开始成就一种菩提性了 但是你的菩提的真实功德 跟过去的颠倒妄想接触的时候 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你才能够安全地过观 神力你功德不断地增上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的主题 一个菩萨如何来破除 在修学过程当中的五印魔镜 所以这个五印魔镜 针对修行人才有 你一天到晚颠颠倒倒 那当然没有这个五印魔镜 好 我们看经文当中分成三段 第一个总明模式之由 二证明五印之相 三 结识消除此地 首先我们看 第一的总明模式之由 先隆总地说明 这个魔镜升起的原由 这个人豪端端 怎么就升起魔镜呢 这个地方分两段 一 证明魔动因由 第二个 切见名物得失 我们先正式地说明 这个魔镜触动的由来 这个有三大段 我们先看第一大段 佛告安然及诸大众 如等当之有漏世界十二类生 本觉妙明绝缘心体 与十方佛无二无别 好的 那么佛陀在讲五印魔镜之前 先讲到一个观念说 如等当之 在有漏的凡夫世界当中 是分成十二类生 那么虽然他们 由于过去的业力 所显现的果报不同 有些变成蚂蚁 有些变成一个蝴蝶 或者变成一个人类的众生 他的色身 他内心的感受 想法各是各样 但是在他们的本节 心性当中 他那一念的清净光明的心体 跟十方诸佛的心体 是无恶无别的 就是说我们一个生死凡夫 我们有很多的色受想形式 但是这个是因言所生法 当我们把如梦如晃的五印法 拨开以后 我们一念明了的心性是如 佛陀也是有五印哦 佛陀叫法性五印 我们叫有漏五印 佛菩萨的色受想形式 也拨开来 他的心也是如 那么这个时候 一如无而如 无而无别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一切众生皆当作佛 主要理由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有佛性吗 你总有一天 你的佛性不会同意你 这样颠颠倒倒过去的 总有一天 他会发出一种真如内心 一种真实的力量 来启动你 归一三宝 那么仿妄归真 这个主要理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念念 无量无边的颠倒 妄想的背后 有一个主人翁 虽然他暂时睡着了 但是他可没有消失 他只是暂时的睡着 我们看第二段 有如妄想迷离为旧 痴爱发生生发天明固有空性幻不息 有世界生 则此时方围成国土非无漏者 皆是迷完妄想安利 当之虚空生如心内 有如片云铁太清理 旷出世界再虚空也 如等一人发真归原 此时方空皆兮消云 云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正列 好的 那么前面讲到 每一个众生的本性是 何其自信是本质清净呢 那么这个清净 那怎么就会有这些的 一正恶报呢 这个身心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犹如妄想迷你为旧 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啦 但是我们一念的攀岩心 所谓的真如不守自信 一念妄动 我们总是觉得好像 这一念心要向外攀岩 我们才会得到真实的安乐 就是这一念的迷惑的心生起 那么迷惑生起的心呢 就产生了痴爱的烦恼 这个我们常说 无明妄想 其实无明跟妄想还不太一样 无明是比较维系的啦 就是我们最初那一念的 一念妄动 最初的妄动向 产生一个我直跟法直的心 我跟我所的对立 这个叫无明 这个就是所谓的痴 疑痴 那疑痴本身 它没有所谓烦恼的问题啦 它只是对立 我跟你不同 你也跟我不同 那么这个就是疑痴 那么在平等当中 妄生分别嘛 但是爱呢 就是比较粗啦 这个妄想就比较粗啦 它在这个对立的法当中呢 产生爱真取舍 这个地方就开始造业了 所以当我们讲妄想 有粗跟细 一个是维系的 叫疑痴 那么比较粗重的 我们叫爱曲 这两个 这个就是一念妄动以后啊 我们就有痴爱 两种的妄想生起 那么生花便敏 故有空心 那么这个生 当然变得是维系的疑痴 那个疑痴的对立心啊 它普遍在我们心中啊 活动的时候呢 就创造了虚空之下 这个无相的虚空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有对立的心 就有虚空啦 化迷不惜有世界生 这个化迷指爱曲烦恼 那么我们向外的攀岩 产生爱真取舍 就把世界创造出来 比方说 你全身 爱曲善法 你对布施磁界的法 特别爱曲 所以你今生 有安乐的世界出来 比方说 你全身 特别爱曲 杀到遗忘的法 所以你今生 就出现痛苦的世界出来 这个世界是爱曲所产生 虚空呢 是一念的 对立的遗失心所生起的 这个是 虚空跟世界是这么生起的 所以呢 在这个 因此在这个十方的围成国土当中 只要它还是有肉 非无肉就是有肉啊 它就是众生一念的 一个迷惑的 顽强的妄想 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当知道 在整个虚空呢 它生在我们一念的心性啊 就好像一个 一小片的荧物啊 点缀在太虚空当中 这个虚空是怎么来的呢 是你那一念的妄想 一个小水泡创造出来 所以虚空相对于清静心啊 就像一个 一个小小的荧物啊 那么 在这个太虚空活动一样 那么虚空的广大 尚且是这么的微小 何况是世界 虚空中的世界呢 那么这样子讲呢 也就是说啊 你的虚空相 你的世界相 都是由于过去的妄想创造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道理 说啊 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回光缓照 所谓的花针归眼 他开始 内心当中啊 念念观照我功法功的真理 念念在熄灭我们的遗失 妄想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 我们内心深处那种 虚空相 我们来生的世界相 在我们佛堂的念念 观照当中啊 慢慢慢慢地消失掉 你在 不断地观照自己 和其自信 本质亲近的时候 你跟亲近心相应的时候 你心中的颠倒 想慢慢地 慢慢地消灭的时候 你来生的 本来你应该到三恶道去的 你来生本来应该到人天去的 那个来 人天三恶道的虚空相 世界相 慢慢慢慢地 破坏掉 你把三界的果报啊 在子观当中 慢慢慢慢熄灭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 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的别业 你个别的业力 你自己的业力当然消失的 那没话讲嘛 第二个就是供业的问题 因为 因为我们有供业嘛 跟你一个家庭 五六个人 大家为什么都生活在一起呢 有供业吗 相逢就是有缘吗 那么 本来 你应该要到来生去 到一个天界 或者到哪一个地方 跟他做建属的 那现在你要把这个业力消失掉了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有些人同意 有些人就不同意了 十方诸佛菩萨 看到你要消灭来生的因缘果报 他当然是合掌欢喜 合掌赞啊 但是这些魔王 你的燕青寨主 他就不高兴了 他看到你在修止观的时候 念念的观照真如 念念的把三界的力量熄灭 他内心当心了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生气 这个段就有问题了 看下一段就知道了 当我们在花真归言的时候 当我们在消灭来生的业力的时候 这些十方世界有哪些人是欢喜的 哪些人是不高兴的 看下一段就清楚了 好 看经文 鲁备修禅四山摩地 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 心经通文 当处湛然 一切魔王 及语鬼神 诸凡夫天 见其宫殿不顾 崩裂大地震策 水路飞腾 无不经责 凡夫昏暗 不觉迁耳 疑等贤德 无种神通 唯处漏尽 念此诚勞 如何令我 催裂其处 是故鬼神 挤出天魔王两 妖精于三昧时 掩来恼奴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 前面讲到 这个地方 主要是针对一个 真实修学 正念真儒的人 那么他呢 在佛堂当中 修禅是三昧地 他以这个空观的智慧 来庄严 他的真如三昧 在三昧当中 极尽的心中 不断地回观缓照 观察我们这念心 是本来清静 本来记足 那么这个时候 十方菩萨 阿罗汉 他们在一念的 极尽心中 跟我们是怎么样 心经通文 彼此间是心心相应 感应道交 他内心当中 当处占人 那么诸佛菩萨 对我们来说 是随喜赞叹的 诸佛菩萨 对我们修习 愣言止观 是表示赞叹的 但是呢 一切魔王 这个魔王指的六一天天魔 还有诸大鬼神 这个地方鬼神 包括一些山神 土地神 乃至于 我们过去的 原君寨主 或者是凡夫天仲 他看到他的宫殿 无缘无故 产生的震动崩裂 他们都有神通吗 那本来是一个 大众的工业吗 结果你把你的工业 这一部分要抽回来了 这个时候啊 你的影响力的部分啊 就开始产生的 破坏的力量 所以他以他的神通力 他的果报神通力啊 他看到整个大地开始震动 当然他不是用眼睛看啊 他是用他的神通去看 乃至于他看到这个水中陆地啊 开始飞腾 他内心当中啊 非常的惊吓恐怖 因为大家共同去造了善业 共同以善业力 创造一个共同安乐果报 而你现在要离开三界了 他内心是很恐怖的 那么一般的凡乎众生啊 内心是昏昧暗顿啊 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变化了 但是这个诸天魔王跟鬼神 他有五种的暴通啊 他只有 他只是插一个漏镜通 而且他最重要 他内心是贪恋三界的尘老 你现在要离开的三界 你要把你这一部分的业力带走 你要把你这一部分的业力消灭 他内心是啊 他怎么能够让你这样子的去破坏 这个三界 他们自己认为安乐的处所呢 所以这些鬼神啊 诸天魔王啊 还有一般的亡良精魅 这个旷野鬼神众啊 在你即将成就三魅 但是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他们都要来这个地方干扰你 目的就是破坏你的三魅 还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这段经文总共讲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静游心生 就是 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心创造的 那你内心开始变化的时候 你来生的果报 也在你的止观当中 开始起了变化 起了变化的时候 十方诸佛菩萨是随起赞叹啊 但是你过去的燕青寨主跟魔王 他就非常不高兴啊 这讲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邪正不两立 魔王的心是贪爱三界的 是一种邪恶的念头 修邪三面的心是一种正念的 它是菩提性的 一个轮回是一个菩提性 这两个是互相干扰 互相冲突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你一个家庭里面啊 有六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写佛 你看他们很奇怪 他看你也很奇怪啊 因为磁场不同嘛 因为你释放的是一种 你想要出事的念头 大家都放逸 他看到你 他看到你也觉得你也很奇怪啊 这表示什么 争旺的磁场的确是有互相的干扰的 所以你看小子官里面 一个人真实修行 你不能跟太放一人住在一起 因为他的磁场 跟你的磁场两个非常抵触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 当你开始修行 当然你一个人还是点点倒倒 你只是在积极善业 那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你的磁场还是在随处妄想 你只就是在无量的妄想当中 承接一些善业的果报而已 以古人说你还没脱胎换骨嘛 你过去该打什么妄想 你还打什么妄想嘛 你只是说在这么多妄想当中 有一些善业的点缀 如此而已 但是当你真实觉悟的时候 那不同 那你的生命叫做逆流 逆流造性 已经不是 你不是这个瞬妄想 你开始产生这种逆流造性 你开始回光缓照 真念真如 这个时候你生命产生很大的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整个大家庭的三界当中的魔王啊 看到你这种情况 他非常不欢喜 他就来干扰你了 是这个意思 好 那应该怎么办呢 看下一段 看这个地方有无恶的 窃见迷雾得失 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欠见 就是说 五义魔境是在所难免 你不修行便罢 你一旦修行 你就要面对了 那面对呢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用迷惑颠倒的心来面对 你用攀岩心来面对 那你就会产生一个 非常重大的过失 它的严重性 下一段会说明 第二个 你用觉悟观照的心来面对 那这种逆境呢 恍而变成你一种真上的功德 所以五义魔境到底对我们是伤害 或者对我们是加分的真上 看你怎么面对 先看我们用觉悟的心态来面对 那么这个五义魔境就变成一种功德力量 看经文 蓝笔珠魔虽有大怒 笔城牢内 如庙觉中 如风吹光 如刀断水 了不相处 如废汤 笔如煎冰 软气剑 你不日消雨 无时神力 但为其客 成就破乱 犹如心中无因主人 主人若鸣克得其变 当处禅魔 觉悟无惑 则比魔士无奈如何 因消入民 则比群血 贤秀忧气 仍然获暗 尽致消雨 如何敢留 老乱禅地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就讲出一个道理说 他说呢 然比诸魔 谁有大怒啊 当然这些魔王 当然我们现在的初学者 还不至于惊动魔王 可能惊动的是一般的鬼神 一般的燕金寨主 他非常的生气 但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说 即便他是怎么生气 但是呢 比诚劳累如妙节中 心态不同 你们两个走的路不同 各走各的路 魔王 鬼神 他的心呢 是活在一种 贪求三界诚劳的 妄想 他是随顺的一个 轮回性的一个妄想 而我们修善命人 我们是安住在 妙节心中 这两个人 心态不同 那么这两个不同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看以下的辟语 佛陀讲出两个辟语 如风吹光啊 如刀断水啊 两不相处 说你这个灯光啊 你风 你有本事把灯光吹走看看 不可能嘛 灯光是灯光 风是风啊 这两个不可能接触的嘛 如刀断水 你用力道去断这个水 你断得住吗 当然也断不了嘛 这是讲说两不相干 那么第二个更重要 就讲到邪不圣证 不但是两不相干 他说啊 我们内心当中啊 顺从真辱 真辱有无量的功德之法 所以我们的心啊 在安住真辱 随顺真辱的过程当中 就像沸腾的热汤 那么这些魔王鬼神啊 他即便是有过去的善业啊 但是他们的心 是随顺妄想的啦 就好像这个寒冷的尖兵 那么好 尖兵一道沸腾的热汤 软性戒宁 这个冰块跟我们的 这种真辱的沸腾的心 接触的时候啊 自然消失掉嘛 你看这个冰一道火 那当然是冰块融化嘛 所以说呢 图示神力但为其客 这个魔王鬼神 即便他过去有一些善业力 布施石界的善业 但是呢 他毕竟是活在攀岩心嘛 他怎么能够替你做主呢 他只就是一个客人而已嘛 也就是说一个修行人 他后的三妹会之所以破坏 主要是心中的五印主人啊 我们的智慧的观照消失掉了 那么主人的这个观照力 消失掉以后啊 忍者心动 这个让这个魔王啊 有机可乘 这个地方讲出一个重要观念 我们一个人琢磨啊 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魔王 这样对他不公平 因为他没办法破坏你啊 他顶多是诱惑你啊 他怎么能破坏你呢 一个妄想 能够破坏你真实的功德 那这样讲的话 那佛陀就早就被魔王破坏了吗 魔王的角色只是 他引诱你 生起妄想 然后你自己破坏你自己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啊 这个魔王的神通力再怎么广大 他永远是一个客人 你看那个主人不在 贼才能够进来嘛 所以一个人基本上会琢磨 就是你在打妄想 你在正念真如的时候 你自己打了妄想 打了妄想以后啊 你就会带动你过去的影像出来 然后你攀岩 攀岩心的时候一生起 你这个心就有空隙 魔王趁膝而入 控制你的心情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 我们是自己成就自己的破乱 所以使令这个客人得其方便 那怎么办呢 当主禅罗 觉悟无惑 所以我们一个人在打坐的时候 看到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你要保持觉悟啊 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赶快把心收射回来 把心带回家 把符号提起来 把任联奏 奏心提起来 你只要安住在真实的正法 血肯定不胜正 一个房间会有黑暗啊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光明不在 我们从来没有说 黑暗把光明赶走 没有这种事情 只有说光明把黑暗赶走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 问题你光明不在 黑暗就做主了 所以面对黑暗最好的方式 就是提起光明 你不用跟他抗拒的 你把谎号提起来 你心中把正念提起来 他自然消失掉嘛 你对着他干什么呢 你只要心中不要迷惑颠倒 你那个主人翁醒一醒 他就消失掉了 所以说啊 当主禅罗 只要觉悟就可以了 这个过世就消失了 则比摩世啊 无奈如何嘛 一个颠倒妄想的心 他怎么能够干扰你呢 因为啊 阴霄入民嘛 他们是属于阴暗的 这种邪气嘛 你是属于光明的正念嘛 所以则比勤邪 贤受忧气 这些所谓的鬼神啊 魔王啊 他们都是 这种由忧暗之气所成就的 所以光明是能够碰出黑暗嘛 黑暗靠近光明 黑暗自然消失嘛 他们又怎么能够留下来 扰乱破坏你的禅地呢 这段佛陀对我们的欠见啊 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 只有八个字 你一旦要修行 你这个八字要永远记住 内磨不生 外磨不起 你打佛妻的时候 你在佛堂静坐的时候也好 你永远不要怪外面的人 外面的鬼神谁来干扰你 你都不要怪 只要你自己不要乱 这个世界就乱不了 答案就是这样 你自己不要颠倒 所有的鬼神 就没有机会能够陷入 在过去禅宗有一个禅师 禅宗以前是很用功的 他一天坐向是十六个小时 他不是在坐在那里 他是在观照 观照自己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是回光环照 找他自己的家 后来有一个禅师 他功夫相应的时候 他一旦进入到那种 智慧的光明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一只蜘蛛 在他身上跑来跑去 是很麻烦 但是他一出听的时候 蜘蛛又没有了 那他时间久了 他也很生气 他就跟他师父说 我今天要准备一只针 在旁边 他这只蜘蛛在的时候 我要吃他一下 也就是说 不要吃他了 你拿一个红色的笔在旁边 他再来的时候 你他的背上 背部画个圆圈就好了 他自然消失掉 好 那么他后来又打坐 打坐的时候 蜘蛛又出现了 在他身上 跑来跑去的 后来他就用那个红色的猪笔 在他背上 画了一个圆圈 画了圆圈以后 诶 蜘蛛果然消失掉 结果他出地里以后 他的圆圈画在他肚子上面 所以他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 可能他的过去生 或者他小时候 曾经看过一个大蜘蛛 他有这种摄影模镜 那影像过去了 但是他当时的感受很强烈 他那个影像啊 沉到内心的深处 所以用功的时候 他逼出来 你看我们打佛气的时候 有些人一练佛 就开始哭泣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 对不好 我们在修行啊 你不能用感情在修行 当然你刚开始 第一次练佛的时候 你启动你的三根 这个可以理解啦 但是所有的修行 都要跟正念一相 即便我们对佛陀的皈依 也是在一种 智慧的正念的力量当中 你老是哭泣啊 你这个产生悲魔 因为你为什么哭泣 你一定有所攀岩嘛 这个时候鬼神最喜欢你这种人 有机可蹭啊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考考你们的正见 有一个人要打佛气 他发愿 我七天之内 一定要见阿弥陀佛 这个愿好不好 对啊 不好 为什么呢 对啊 你心外攀岩嘛 打佛气是求一心不乱 所以英官大师说啊 你要重视你的阴地嘛 你一心不乱了 佛多自然献钱 你一开始就攀岩要见佛 那就错了嘛 所以有人说我要见佛 英官大师你已经通生磨气愤了 念佛不可以这样了 所有的修行都不能先追求果报 反求诸己 你把你心的佛号练好 阿弥陀佛自然献钱 所以我们讲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你打佛气的时候 你一开始就想见佛 你已经非常危险了 你这个阴地已经不争了 你的心想要攀岩 这佛号什么 阿弥陀佛什么都出来 不对啊 这是不对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看这段要知道 你不要错用心 所有的修行 一定是向内安住的 你安住了功德 你不求 它也自然会出来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佛教里面的功德 没有一个是求来的 都是修来的 修来就是说 你去修 你不要 它也会给你 你去求 你什么都没有 我再讲一次 修行的过程 没有一个东西是求来的 没有一个 无所求 因为诸法音言生嘛 你把这个音言记住了 它就出现了嘛 你有什么好求的呢 这问题跟你求不求 没有关系嘛 你求也 你没有 你求也没用嘛 你有的话 你不要求嘛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说 你不要向外攀岩 没有一个人可以干扰你的 没有一个人 你要向外攀岩 那你就跟鬼神感应到教了 所以这个地方讲 成就破乱 犹奴心中 五印主人 主人糯米 可得其变 就是内魔升起 外魔就进来了 你自己要把门打开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很重要 一定要注意 那么假设我们今天 没有好好的去觉悟面对 那有什么过失呢 看下一段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戒谜者沉思 假设我们用攀岩迷惑的心 来面对这个五印魔境 那这个过失是非常严重 看经文 若不明悟 背影所迷 则鲁阿难 必为魔子 成就魔人 如摩登前 书为秒裂 已为咒鲁霍佛 律仪 八万行踪 只毁一界 心轻禁固 尚未伦逆 此乃 挥鲁 保绝 全身 如窄成家 忽逢寂寞 缓转 凌落 无可哀救 好的 那么当我们一个人 在正式修行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 当然修行的最重要 就是你从迷惑 转成觉悟了嘛 那么这个时候 你心中的光明升级 正望焦光的时候 把你过去生 或者小时候的这个 感觉 妄想 逼出来了 假设你不能够 清楚觉悟的面对 而是被他 所迷惑 被他所转 那么最后呢 那你就变成 魔子魔孙 最后变成一个 天魔的种性 也就是说 你的菩提种性失掉了 那么这个故事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 破戒 跟着魔的差别 先看破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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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